今天你们不能不知道我们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 到新的环境难免会被问到说你是脑里人 不过这个问题却在双北发生了争议 有网友说不懂为什么很多的新北市人都喜欢自称是台北人 结果吸引了网友论战 那我们也实际的上街询问民众 住在桃园或者是彰化北上生活的民众 有些人会自称是台北人 原因是他们都在台北生活工作 但是有网友说了 如果是真正住在台北 从小在台北长大的本地人 回答可能会比较不一样 一般会回答说家里住的捷运站名称 或者是说住在某个区像是大安区 比较不会直接说是台北人 台北和新北因为地域邻近 常被称为双北生活圈 直及台北街头民众被问到你是哪里人会怎么说 台北 那你呢 台北 台北 新北 我住新店 台北 得到的回答大多是我是台北人 但进一步询问住哪一区 答案却反转了 外面问你是哪一区吗 我是住新北 他是台北人 我是彰化来 我是彰化上来的 原来许多自称台北人的民众 并非真的是台北市民 只是在台北工作 这样的现象就让网友纳门po文 文章更掀起大批网友回应 新北不要蹭 还有人说台北线不叫台北人 要叫什么 也有网友缓夹都是台北不要分这么细 因为新北跟台北我都算台 就是北部啊 两个地方会变成双北 就直接说台北人 他们就说我就台北人啊 因为我在台北上班 在台北工作 我也当他们是台北人 对啊 我有跟他们说我是台北人 除了我是台北人引发论战 还有网友指出 怎么分辨他是架杠的台北人 这样回答就铁定住在天龙国 中山区 大同区 文山区 嗯我也是 以居住区域或是捷运站来回答 这样的答案才是真台北人 只是不管你怎么称呼 大家都是台湾人 不用以县市来区分 我们包容度很高 汽车中道